影片被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 已经在全国上映 之前剧组在广州与媒体见面 首次以监制身份亮相的周公子 周旭一头短发 显得十分干练 但此次以监制身份出来录演 感觉比做演员要轻松呢 对自己首次当监制 周旭坦言自己只是实习监制的身份 他承认 现在发现监制也是很复杂的工作 许多问题他也并不懂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 那对于我以前是一个演员来讲 这对我来讲完全是一个新 完全新的领域 但是我自己也蛮有兴趣的 所以这次我主要负责 就是看剧本的感觉 然后还有就是说 大概哪些演员 可以组合成这么一个电影 这个是我这次实习监制 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如果以后 还有机会的话 我能再学多一点 而为了这部影片 周旭也是够拼的 大胆人琴牌 请来陈奕迅和范小轩为电影献唱 因为Eason和轩都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对然后也都是很性情中人 也都是非常好的人 所以就是这次 他们都非常非常的 而且就是有给轩啊 Eason看过一些故事的大纲 所以他们自己也很喜欢 因为我我是一个不喜欢强迫人的人 对所以就是 一个是你想这么多年的好朋友 然后这次做这么一部电影 他们也是陪着我一起度过 对而且歌也特别好听 对是越听越好听的那种 我现在每天醒来化妆的时候 我都会听 有过谁呢 这监制也是有点迷人 广州报道 影片被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 已经在全国上映 日前剧组在广州与媒体见面 首次以监制身份亮相的周公子 周旭一头短发 显得十分干练 但此次以监制身份出来录演 感觉比做演员要轻松呢 对自己首次当监制 周旭坦言自己只是实习监制的身份 他承认现在发现监制 也是很复杂的工作 许多问题他也并不懂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复杂的 那对于我以前是一个演员来讲 这对我来讲完全是一个新 完全新的领域 但是我自己也蛮有兴趣的 所以这次我主要负责 就是看剧本的感觉 然后还有就是说 大概哪些演员可以组合成 这么一个电影 这个是我这次 实习监制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的话 我能再学多一点 而为了这部影片 周旭也是够拼的 大胆人琴牌 请来陈玉逊和范小轩为电影现场 因为Eason和轩都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对然后也都是很性情中人 也都是非常好的人 所以就是这次他们都非常非常的 而且就是有给Shen啊 Eason啊看过一些故事的大纲 所以他们自己也很喜欢 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强迫人的人 对所以就是一个是你想这么多年的好朋友 然后这次做这么一部电影 他们也是陪着我一起度过 对而且歌也特别好听 对是越听越好听的那种 我现在每天醒来化妆的时候 我都会听 又不觉得呢 这监制也是有点迷人 广州报道